南非雲幽大主教,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塗塗世世,中年九十歲 塗塗七十年代開始,參與當地反種族隔離運動 推動以非暴力手段,終結白人少數管治,被譽為南非的良心 他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 先後成為約翰內斯堡主教和開普敦教區大主教 都是首位非約人士出任這些職務 期間推動國際社會在政治和文化層面 制裁或者杯葛白人政府 南非1994年舉行首次的民主選舉 曼德拉就任總統,要請杜杜領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調查種族隔離政策下侵犯人權的情況 塗塗近年健康傳測,南非總統拉馬覆薩 星期日公布塗塗離世的消息,說是告別一代 結出南非人留下解放的國家 19161616-171616嵌